歡迎打開若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正義聯盟的預告點本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這部電影 它應該算是蝙蝠俠大戰超人的續集 所以劇情算是延續下來的 從超人鋼鐵之軀 蝙蝠俠大戰超人 到這一部正義聯盟 而之前已經推出過兩支預告片了 這支是第三支 應該也會是最後一支的預告片 如果有人還沒看的話 請趕快去看一下吧 這三支預告片都拍得非常的精彩 等了三支預告片 終於看到我們的超人 Henry Carvel 帶著他的胸毛現身 當然掉了一下胃口之後 我們就知道 這是路易斯連恩的夢境 接下來就銜接到 蝙蝠俠大戰超人所留下來的結局 超人的死亡所帶來的影響 我們知道超人胸口的S 並不是代表Superman的意思 而是代表著 希望 於是超人的死亡 也代表著 希望不存在這個世界上 預告片一開始就在講 超人死去之後 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 另外一個影響就是 地球失去一個強大的守護者之後 就有外人來入侵了 我們看到這一集的反派 灰人狼從天而降的畫面 看起來這個反派的破壞力 真的是蠻可怕的 擁有那種真的可以毀天滅地的力量 還有看到那個 從煙囪裡面蜂擁而出的天啟魔大軍 接下來是一個跟英雄出場的畫面 蝙蝠俠和他的戰機 水行俠和他的胸肌 閃電俠 鋼鼓 還有神力女超人 站在正義女神的上面 在一個一個人的畫面之後 接下來出現的是 像復仇者聯盟一樣 英雄團隊合作的畫面 說真的這種場面 真的是不管你看過幾次 這樣子的片段 都還是讓人覺得很爽 尤其還有著神力女超人的微笑 有一點令人擔憂的是 在那個畫面兩旁 一直不斷長出來的那些東西 怎麼有一點讓人聯想到 那個自殺突擊隊的反派 最後也是一樣 是用小閃的搞笑 來結束這支預告 可是好像已經沒有什麼 比上一支 大家一起小獅子 留下小閃 跟高登局長 面對面的畫面好笑了 平心而論這支預告 除了Henry Carvel出現的畫面之外 已經沒有前兩支帶來的驚喜了 該看到的東西 幾乎在前兩支預告裡面都看過了 雖然在色彩上面動的手腳 沒有之前那麼的灰暗 不過我覺得故事和角色 還是一如往常的黑暗 憂鬱 我們在最後這支預告裡面 還是只有一個粗淺的故事大綱 有一個壞人來了 然後一群好人 集結在一起對抗的故事 這是好的 我們沒有得到太多故事的內容 不太知道這部電影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情 只會有一個不看這個預告片 也大概猜得到的故事大綱 接下來我們就只要等下個月正式上映的電影 再來看看這部讓人非常期待的超級大片 究竟會如何 和囉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按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有任何意見或想法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掰掰 掰掰